欢迎您回来亚太商情 今天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是 永丰金融资产管理董事总经理 涂国斌先生 欢迎马克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两地股市的收视情况 首先来看到内地股市方面 今日户指扫盘低开 随后一路震荡走低 权重股权信下挫 午后户指继续维持震荡态势 截至收盘的盛政宗旨 受报在3180点跌了27点 深圳城旨受报在10726点跌81点 另外在港股方面 恒指今早高开之后 展幅震荡 临近中午恒指一度是深跌 午后恒指继续维持下挫的格局 截止收盘 恒生指数受报在30831点跌了66点 全日成交额在109亿港元 好 马克我们来说 因为这个A股要进入到MSCI 在6月份的时候正式实施 那么现在就有新的消息就公布了 就是接下来会把这个沪港通 深港通这个交易额度扩大四倍 但是也有说法 只有说在刚刚开始互港通的时候 交易额度才有用完过的这样的次数 在接下来的很长的时间里面 都没有看到有用完过 所以您觉得有必要吗 两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 如果承许从港股的股民的角度 可能说以前2014年当时开通的时候 我们看这个额度 可能只有很小的这个机会 是能够用得完 所以可能是没有必要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太理想的一个角度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角度是说什么 因为香港的股市基本上是需要 跟A股 跟国际市场里面做一个结轨 能够配合起来的时候 能够把这个总体上一个 我们看中国的企业 可以在国际市场里面 可以推荐出去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所以尽管现在我们说 可能在港股的这个交易量 这个量能不是马上可以反映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重点 重点是外面国际性的投机人 机构投机人 MSCI不同的这个领域 不同的标准 怎么能够从这个平台上面 去逐步的逐步的 能够跟这个A股 跟总体不同的中国企业 能够发挥出来 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功能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所以不可能马上要求 有这个耳朵就马上用完 我觉得这个不合理的一个 不合理的一个预期 所以这是一个过程 要再看一看 但是现在大家对于这个A股 还是有一所 有所这个期待的 因为按照一个历史的数据来看的话 只要是进入了这个 MSCI的新兴市场指数的话 13个国家不到一年 有百分之六十八九 这样的一个数据吧 显示说它接下来这个股市 是会上升的 那所以当然了 我们不能说它是一个 非常大概率的一个事件 因为它还没有满百分之八十 但是您怎么来看这个A股呢 A股我觉得能够发挥出来 刚才你提到过的 这个统计的规律的 这个概率应该是挺高的 一个方面它就是平均以上 我们看中国A股方面 跟外面不同的地方的 这个经济体 能够提出来的这个效应 当然是不同 因为我们看这个增长的速度 不同的领域方面 能够有这个市场领导的 这个能力也是不同的 相对来说我觉得 另外一个更重点的地方 一开始的时候 准入可能是这个 占比可能比较小 然后逐步逐步MSCI 我相信在现在的这个 百分比以上 逐步的改变扩大的时候 这个需求是很大 从来自于这个基金里面 基金经理他们投进去 或是B动型的投进 我觉得也是非常大规模的 一个事情 我觉得这个需求 最后反映出来 肯定是对A股的股计 有这个提振的作用 您提到这个A股的估值 那其中因为我们也看到 可能在接下来的话 会有更多的外资的资金 投入到A股 那么是否代表说 对于这些大中型蓝筹的 这个估值可能会得到 一个相对高的提升呢 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集中在这个领域方面 因为比方说你是机构投机人 一开始你只不过知道是投机于中国 投机于A股 对于你来说 在不同的板块 不同产业方面的这个分别 可能你还是需要时间去研究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肯定是大的标底物 大蓝筹 在这个我们看 这个比较明显的 在这个气氛上面 也是从这个角度去选股 但是呢 随着越来越明显的 投机人越来越熟悉 不同的这板块 这个分别的时候呢 后来可能就选股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需要时间去做的一个过程 慢慢推进的一个过程 另外我们来再看到 在昨天 这个港元兑美元的话呢 它是跌破到了7.85了 但是依然这个金管局还没有出手来干预 究竟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金管局才会坐不住来出手 而且你怎么来看接下来这个走势的 我这样吧 我就听说过一个事情 就是说金融管理局啊 他们曾经非常希望 能够这个银行里面 不同的本地的银行 能够马上把这个利率可以提上去 但是呢 反过来很多人都没有这样做 我觉得是非常正常的 这个市场的这个情况 为什么 如果你现在在银行体系里面 还是有足够 比足够还是多很多的这个基金 在里面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这个利率提上去呢 我不是说利率没有提升的这个空间 因为我们看这个联系汇率方面 机械非常清楚的 如果长期来说 美元的这个利率 跟港元的利率是有一个明显的差别 差别的时候呢 在汇率方面就有一个压力 我觉得是没有办法 但是现在 还是在银行体系里面 还是有足够 比足够多很多的基金的时候 银行不做多事情的时候呢 我觉得金融管理局他们可以做也不多 这个是第一个方面 另外一个方面 我反过来也是说 可能MA金融管理局 他们也是希望 可能更多的这个压力可以发生出来 然后容许市场去做这个运作 所以这是有两个因素在里面 这是真正的一个市场的一个价值 好 谢谢马克的分析 好 谢谢大家